怎么让我们原地换重心看起来更整体 怎么让我们的这个原地换重心看起来更整体呢 首先是两步达到我们的这个效果整体看起来 但是这个是和我们有基础的不决 踩直腿之后 这一步我们的双腿一定要去夹紧 形成一个什么 一个隔点面 看我 我这个踩直之后就不能怎么样了 不能变成直的 这个就没有绝对度了 转换就是意思说当我们踩直的时候 已经形成摆盗和拧住了 然后定心里转持 然后 转换的时候 我的双腿前腿膝盖和后腿要形成一个 但是这里注意了 千万不能让我们的脊柱变成什么 往前加上我们膝盖的负担 就会形成什么 膝超身 所以这给大家一定要注意 不能把屁股留到后面 要有这个臀肋线 坐步这样 立起来 再去拉开腿 只是我们向后转拉开 而不是向后拉住 向后转拉开 我们这一侧的身体 左侧 拧转住 这两步 真的让我们侧面能看起来 更加整体 更加有折叠度 踩直 看我一侧 对不对 摆到宁转 拉开 对的 踩 转 转 我 我